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3月6日 星期六 早上的第一節 我們先去看看澳洲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澳洲的SBS電視台最近發工 宣佈要停止播放中央電視台和CGTN的所有節目 至於第二宗消息 中國駐澳洲公使王適玲說到 反中的人是敗類 引來不少澳洲人的強烈反彈 甚至有當地媒體人寫了一篇文章 說被中國視作敗類 他感到驕傲 而這篇文章還得到很多媒體的轉載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看看澳洲SBS電視台 為何要停播央視和CGTN的節目 他們提到原先他們會每日廣播15分鐘的CGTN英語新聞 和30分鐘的中央電視台普通話新聞 但是較早之前 英國的媒體監管部門 就以觸犯嚴重違規行為作為理由 撤銷了CGTN在當地的廣播牌照 而人權組織Safeguard Defenders 之後有寫信給SBS電視台的管理層作出投訴 這個組織就指控中央電視台 在2013年至2020年期間 是播出了大約56個人 在被嚴刑脅迫下所謂承認控罪的片段 而這些片段 絕大部分不單止在中國大陸播出 也有透過中央電視台和CGTN在全球廣播 SBS電視台的反應很快 他們馬上檢討播出有關節目的安排 而在檢討期間 他們就會暫停播放中央電視台和CGTN的所有節目 澳洲方面這個停播的決定 對於大外宣機器來說 當然是一個嚴重的挫折 事實上英國在上個月曾經停播CGTN 當時大陸的反制措施是停播BBC 甚至乎連香港電台都要跟隨 現在澳洲停播大陸電視台 大陸方面一定會採取反制措施 究竟他會有什麼措施可以推出來呢 事實上現在有多少澳洲電視台或電台 有在大陸進行落地廣播 看怕都是沒有的 多數也是在高級酒店專門播給西人看 所以大陸就算要推出反制的話 影響力也是相當有限的 至於整件事會不會進一步升級成為中澳媒體戰 就要視乎到底大陸會採取什麼反制措施 而澳洲又會不會對於大陸的反制採取行動 如果其實是不會的話 這件事大概都是告一段落的 因為大家看到了 英國停播了CGTN 大陸停播BBC 其實當作打和 跟著已經是沒有了下文 但其實不是完全沒有下文 因為CGTN去了找法國敲門 就在法國申請牌照 而法國方面最近就批准了 導致CGTN又可以再一次在全歐播放 包括在英國境內 為什麼會出現一個這麼吊詭和諷刺的情況呢 就是因為在1989年的時候 很多歐洲國家就在歐洲理事會的框架下簽署了一份協議 這份協議就定明了 凡是那些外國電視台 只要在這些契約國當中 隨便一個國家申請到播放牌照的話 這個電視台就會自動在其他契約國當中可以播放 英國不讓他播放當然 之前全歐都沒有播放 現在他就簽了去法國申請 他批的時候又是播放的 就是這樣的情況 只是這件事都已經足以反映 拜登整天口中念念有詞的聯歐抗中 就是失敗了 有這麼多個有參與一帶一路的歐洲國家 大陸不去找他敲門 他特地找法國來申請 而法國又肯批的 根本上就已經試出了那個反應 就是你根本上拜登就團結不了歐洲 在你上任之前就不停攻擊特朗普 說特朗普所搞的是單邊主義 特朗普就得失了很多歐洲的盟友 就令到美歐關係越走越遠 什麼都說得出 但是到你上任之後 那你修補到多少呢 馬克龍不理你 默克爾不理你 那你是指揮誰呢 甚至五眼聯盟當中的紐西蘭 最近都跟中國是簽署了一份更新的貿易協定 種種證據都表明了你拜登就是沒有牙力 而且有部分的共和黨人都踢爆了 喂根本上你背後就是有些人在垂簾聽證 你是扯線公仔而已 你是光緒皇帝來的 後面又東太后又西太后 又你連英什麼都齊 然後你又大權旁落 死不死 你那個副總統賀錦麗就代你行使總統的職權 走去和部分的國家元首通電話 包括了就是這個法國總統馬克龍 馬克龍收到你賀錦麗的電話 然後你拜登又公開叫他聯歐抗中 他會不會聽你說 你連自己的權力都好像有被架空的跡象 你還叫人家做這樣做那樣 那人家當然不理你了 這個是很正常的反應 接下來我們又再看看第二單的消息 澳中工商業委員會首都分會 在2月25日舉行了牛年新春晚宴 中國駐澳洲公司黃色玲曾經在會上發表演說 他批評在去年3月澳洲疫情開始嚴重的時候 澳洲媒體只懂得報導 具有中國背景的企業團積防疫物資 造成澳洲的供應短缺 他說這些是蓄意造謠 嚴重地抹黑中國 而且很多澳洲人 經常都被那些負面的畸形的報導所包圍著 被那些粗俗化簡單化的政治標籤所洗腦 他還說那些出於一己私利 蓄意污衊和詆毀中國 破壞中澳友宜 損害人民福祉的敗類 是會遭到世人的唾棄 他們的後代是會收於注意到他們在歷史中反面的作用 他又批評澳洲政府嚴格審視中國的投資 並且阻撓為省參與一帶一路的計劃 中國駐澳公市黃色玲 在新春晚宴上說這些說話 連珠炮發 當然會引來澳洲的強烈反彈 到底澳洲人怎樣反擊他 澳洲媒體旁觀者周刊 在星期五發表了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得到了很多澳洲媒體的踴躍轉載 究竟這篇文章是寫什麼內容 令到那麼多澳洲人有共鳴 這篇文章是一個叫阿富克蘭克夫的人寫的 他這樣說 如果批評中國共產黨就是敗類 這樣黃先生就是中國駐澳公使 中國共產黨總是巧妙地把自己當成中國 或者是中國人民的代名詞 中共首先把中國描繪成為一個整體 將國家人民和政府統一為一個整體 然後通過模糊這三者之間的界線 將任何批評中共的說法描繪為對中國的攻擊 這位阿富克蘭克夫還說到 沒有人是侮辱中國這個國家 或者是整個中國的人民 問題就在於中共 阿富克蘭克夫還提到 如果代表普遍價值觀 言論自由 公民社會 公民權利 和司法獨立 不僅是為了澳洲人民 或者是中國人民 就算是敗類的話 那就沒錯了 他就說 為著這樣的敗類而感到自豪 人家這番的說法 其實就是承繼著 蓬佩奧當日 將黨國分離的說法 在特朗普總統任期的後半段 他就已經將CCP和China 這兩個的詞彙分隔開了 但是去到拜登上任之後 從他們演講的演詞當中 就會看到 CCP這個名詞就是消失了 反而在澳洲 人家就是積極地用這一套說法 其實中國駐澳洲的外交人員 已經不止第一次說了一些說話出來 是挑動得到澳洲人的反彈 這個也相信不會是最後一個 但是澳洲人 經歷了過去整年的折騰之後 似乎他們也得出了一個覺悟 就是過往他們在經濟上 貿易上 過度依賴單一市場 他們認為這件事是有風險有問題的 而在過去這一年裡 大陸對澳洲採取了很多的反制措施 事實上令到澳洲的經濟 蒙受著一定的損失 這是事實來的 但是澳洲人也相當靈活 他們很快就為他們的產品 找得到新的市場和買家 變相逐漸擺脫得到對中國的依賴 而當地的民眾 看到中國這麼強勢的時候 而對澳洲作出這麼多脅迫的時候 他們不僅沒有這些經濟因素 而責怪政府 而且他們還是熱烈地 擁護自由黨和莫里森的政策 就是說別人對華強硬 是得到了當地民眾的認可 所以現在中國駐澳公司 只會使得更加團結起來 是會有反效果 分分鐘還會幫助莫里森競逐連任 澳洲人已經表達得很清楚 除了金錢 在金錢之上還有很多核心價值 他們是願意堅持的 他們這個信念是相當堅定的 所以澳洲看法都不會屈服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